我們歡迎說 今天已經是三次不停 所以 但這邊和這個五色町 當時要來發展一件事 今天晚上要來做立法院討論的焦點 在未來這時候 法務部長 陳映夫和檢察組長 五四名這兩人 特別是對著五色町的健康狀況 感染才會去增加 現在 法務部長在內部 也會做緊急 從陳映夫和檢察組長三星確定 畢竟都被破十一年 禁八年 這麼舒服的廳室就要發展這行 不過英雄小丁的身體狀況 到底能夠使合力加 變成立委這時候看不不不的焦點 今天沒有問題 你們擔心你們要做到什麼 我就要問你 只要真人要執行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你們不能把他關到一半死掉 這樣變成社會的大對立 現在高雄臨時監禮裡面 有沒有做輪椅 需要人家推的有沒有 目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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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見得你們是完全沒有能力 來接受這個受刑人 在事務上有時候交個重保 交個重保 對 這是第五個方案 還有沒有第六個方案 應該沒有 按照法務部的說法 我小丁的健康狀況還不可以去加 是夠由最多檢察室檢察官來執行 檢察官有須備能力來使用 要讓檢察來判斷 法務部交進書也貪行 又向路主加到失筆不足 一旦五小丁去加 還要移送去台中培得便宜 不僅僅跟事務在做法 就是交付擔保這個辦法 這是法務部對所有的可能性 都只是說有研究 但又沒有結論 另外理會占隊 這幾處金街案 又有合作選擇 在真正還沒收到判斷書 這後就說不太熟 這幾處法辦理沒辦法 你們還沒收到判斷書 特人組這樣講說 就馬上說要上訴 馬上就講話 你們說一定急速上訴 你們過去有這樣做嗎 對旁邊上訴 差到斷水面還沒有入家 條約由完事經濟不斷 那是在第五個選舉進行 來執行兩個人的入家 法務部的檢察總長都強調 他判斷書收到的時間為主 收到後 最快一禮拜來就能進行 謝謝小丹新郎 台北報導